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做完资料的时候 双方已经打出了一个非常激烈的对拼 是的 朗廷贵一个后手支拳打的丝末有一些晃动 双方的体型都属于瘦高型的 朗廷贵身高有180 所以双方的攻击距离很远 而且力度发出去力道很大 是的 克里木夫在目前的状态来讲实力不凡 还是在不不接密 逼近啊 压阱 哇 连续的 这是转身靠到了维生间 是的 刚刚出现什么状况 前手支拳 连续全法击中 哇 比赛刚开局就把这个朗廷贵读读秒了 感觉朗廷贵好像还没有完全进入状态哈 我希望经过这一个读秒之后 朗廷贵能就迅速进入自己的状态 我们也可以看到擂台上的朗廷贵在用拳套自己打自己的头部 希望自己能清醒过来马上进入状态 对 在上个上次我们录制的时候 这个朗廷贵的父亲啊家人啊来看朗廷贵的比赛了 之后父亲非常非常激动 但是他跟我讲 在赛后的第二天他就离开了中国 又回到了泰国 继续训练 对 来不 朗廷贵不要激啊 斯莫的这个前手刺拳啊 呃 又快又准 而且这个杀伤力很大 所以朗廷贵不要去 呃 太过于放松 面对斯莫这个前手刺拳啊 他不仅仅是刺拳 还可以起到重击朗廷贵的这个作用 所以 哇 这个 哇 近身的顶膝位置很高啊 直接起到朗廷贵的下巴的位置 而且是向后退的一种顶膝 我感觉朗廷贵这场比赛打的这个真的是有些吃力 啊 刚才是朗廷贵的股尺脱落啊 裁判 呃 哇 又是一个重击 再一次后手摆拳 朗廷贵一调 做一些身体的调整 哇 现在已经是这一回合当中 两次读苗 好 好 在读苗的时候这个 呃 另外一个选手要回到中立脚 又是一方要回到这个白脚中立脚 嗯 嗯 看朗廷贵是否可以再继续比赛啊 哇 我们厂下这个裁判委员会 嗯 终 其实终止了比赛 因为双方这个实力悬殊 就像是白脚中立脚的一副 那是有私的一副 就像是白脚中立脚 所以对我们енно它有一个 所以那他们在好的老脚中立脚 就是 真正确装 这就是是就像是五脚中立脚的 也想不到看到了 就像是一个整体的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